新奥布莱泽可能要成为神作 虽然布莱泽7月8号才首播 但从仙导特别篇来看 它绝对是近几年来 质量最高的一部奥特曼 首先 剧中的怪兽 不再像之前那样 大量采用过去皮套修改编尸 而是制作的新怪兽 比如塔加努拉 和海怪盖德斯等等 而这样全新设计的怪兽 也暗示着布莱泽 可能要开启一个全新的世界观 其次是布莱泽 从它特殊的造型 和后卫狂野的背袭 以及怪异的战吼声来看 不像这个来自遥远天体 M421的光之巨人 充满了无限的神秘感 而布莱泽中的地球防卫队呢 相比较以往 也特别的写实 它是由GGF日本公司的总参谋长 真野猎创建的特别怪兽反应支队 而其中的五名队员呢 可以说各个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首先就是队长比楼坚贤人 在加入怪兽反应支队之前 就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手 他不仅头脑猛进 而且还擅长格斗 是一个极富人格魅力的领头样 副队长是名仓辉名 在队中主要负责分析情报 和制定作战计划 同时对怪兽生物学也很了解 有点类似于初代中的警守队员 和则塔中大田结花的角色 苍边惠美队员 是一位17岁 就毕业于麻省理工大学的天才 虽然苍边惠美的主要职责是收集情报 但却拥有了出色的体能 板能信态队员 为怪兽反应队中的工程师 主要负责维护和改进防卫队的设备 同时也是维持军火库的重要人物 并且还是队里的神枪手 美男性力队员 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 并且擅长近战若薄 是个胆大心细的女汉子 可以说怪兽反应队的队员 简直就是全员狂战士 而且非常有夜席队的感觉 除此意外 怪兽反应队的武器 也是装备精良 他们不仅有像RHG-23手枪这样轻型武器 还有轨道突击步枪 RAR-23这样的重型武器 除此意外 军械库最牛的装备 就是这个可以直接和怪兽作战的 23是特殊战术及假兽 阿斯加龙 值得注意的是 防卫军队会的标志 就是阿斯加龙的眼睛 而在启用阿斯加龙时 队长或者副队长 会轮流在舱内指挥 而实际操作 则由其他三名队员轮流执行 除此意外 阿斯加龙还装备了各种武器 并根据情况加以利用 同时拥有强大力量的阿斯加龙 金战也是一把好手 可随着前所未见的怪兽 在地球出现的越来越多 加上曾经在赛文中出现过的 被称为极光怪物的 迦南星人从中倒落 使地球陷入到了 前所未有的危险之中 而就当怪兽反应对 渐渐开始力不从心的时候 队长比刘坚贤人 突然获得了神秘的普莱泽手掌 和一块普莱泽会时 而当会时 装入药泽之时候 奇迹出现了 新たなる希望 光の巨人 ウルトラマンブレイザーだ ブレイザーとはいかなる ウルトラマンなのか どこから そして何のために 地球にやってきたのか それは 今のところ謎に包まれている しかし 確かなことが一つ それは ブレイザーは迫りくる脅威から 命を守るために 戦うということだ ブレイザーに秘められた謎 それは ぜひ 君の目で確かめてほしい 這次ブレイザー的皮静演员 依旧为炎前隆庆 同時 ブレイザー的战好声 也由炎前隆庆配音 不得不说 效果是真的好 除此意外 这次ブレイザー的片尾曲 個人感觉 也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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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听 字幕作为炎前隆庆配音 運命だって気付いてる いつだって一緒なエモーション 嘘はいらないわ ねえ スターリング10歳 胸の奥で ダイヤモンドみたいに強 閃光を解き放て 今一つになって辛く未来さ 暗闇切り裂いて 遥かの場所へ 限界何度も突破して 忘れて泣いて希望途切れのように 信じ抜くの孤独を砕いて 鼓動よ響け Blackstar